我说是放这么多天假就在家躺着呀 不是那你要干嘛呀 人家都出去旅游了 那我们家不能出去玩吗 我哼死你最喜欢了吗 我不要 哼死你呢 你这非得逼着我来 不是现在出去玩 哪哪都堵车 哪里都是人 你上哪玩呀 那远的不能去 那近的不能去吗 不是你说咱们今天要攒钱买房吗 你出去玩不要钱吗 我们可以不花下几钱啊 我们自己有人花钱吗 有人 给 行 那咱去最近的地方玩好吧 来大家跟着我走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家里躺风景区 刹床头山 我们这个床头山呢 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 床头吵架床尾河 来大家顺着我的手的方向看过来 这里呢 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风景区 窗外风景区 这里的风景呢 是我们国家最好看的地方 我们到了一圈 大家都饿了是吧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厨房美食街 想吃啥 你们说 我们这里的特点啊 就是有啥是啥 不能点餐 后面呢 不要掉嘴哈 我们吃饱喝足了呢 是不是要洗个澡 最舒服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全球顶尖技术的 淋浴大温泉 冷热可调节 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来我们现在往这边看 这里呢 是非常有名的马桶瀑布 这个马桶瀑布呢 始于公元前1596年 距今呢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参观完咱们今天的马桶瀑布呢 今天咱们的家庭一日游 也就接近尾声了 在此呢 也祝大家好好学习 天天下场 工作顺利 妈 我要举报 什么事啊 我爸偷偷带我去幼儿园 被我同学给看了 没有的事 你同学肯定看错了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 妈 我给我照片回照 还真是你们俩 何志坤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你为什么不带儿子一起去 我 这不能怪我爸 这是我想去幼乐园 但又怕何总就回来告状 所以就没跟你说 去幼乐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为什么发动了 不就是怕我妈出去 就你们买门庙的钱吧 心虚了吧 这有什么好心虚的 门庙就是我用零花钱买的 有问题吗 你可以撒谎是吧 我没撒谎 真的是 爸 你这个原因因为做赛不走心 零花钱早就被我妈扣光了呀 我把这个事给忘了 妈 所以真想只有一个 我爸他肯定查四方娘 我没查 妈你要不近的话你们就找 找就找 a few moments later 妈你没找到 我就说吧我没查吧 等一下 还有一个地方没找到 你不起来 结果你竟然打到藏室吗你 真吓死 跟你说句话呀 爸你跟你认个错吧 不然待会儿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都坐吧 今天呢我给你们发奖励哦 那个不管呢是在家还是在外边 我向来呢都是以德服人 又爱睡端平 不像有些人自私偏心 对我也是最讨厌这种人了 也不知道我妈说的是谁 什么意思了 你是你妈说我的呗 我怎么偏心了 你哪不偏心了 你当年 你以后哪一件新门新呢 都我写穿线杨给我了吗 所以我支持我吗 那你啊 那你现在穿的不都是新的吗 行了行了 你们想不想要奖励了 只要你们两个听话 知道了吧奖励随便提 你想要什么 别笑 你这等了 我那个保温杯不保温了 我想要个保温杯 行 那我这个给你用吧 我昨天刚买的新的 嗯 谢谢妈 嗯 奖励随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厚一点的篮球鞋 行买 那行 那没什么事了吧 那就散了吧 哎 又没有我的呀 你想要什么呀 我要的东西可多了 有人 哈哈哈哈 空腔 鱼竿鱼箱手表皮鞋内裤 行 这内裤我今天不告诉你买完吗 不是我那都穿成什么了 我那都穿成蕾丝缓了 哦透明了都 哈哈哈哈 那上面还有什么呀 这一面都是 不是你这日子你过不过了 我怕吃来进货了 啊 你就不能信 他有个需要的买吗 我那他买我都需要啊 你可拉倒吧 你买的一些东西就是没用的 那裤衩子等穿破了我再给你买 行了散会吧 你看这样好吗 再一口吃个胖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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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情况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怎么还要背啊 我怕面试的时候一紧张就忘了嘛 对啊 你就穿这件事去面试啊 啊 不行吧 你可得打扮打扮呀 去逛个西装去 来到 怎么样 妈今天最重要的是我爸的面试 不要在意这些小戏景 说的对 还是闺女格级大 嘿嘿 咱们一年都有了 是不是该升级一下软件了 啥意思 你遇到领导要怎么介绍自己啊 你先跟我们练习一遍 哦 那个领导好 那个我叫何志坤 然后今年35岁 然后我妈小时候就叫我二组的 哎 这种家长话就不要再说了 你应该说 你为什么要来这家公司 那个因为其他公司 我简历没过呀 哈哈哈哈哈哈 爸 你也吃的时候 哥们太诚实啊 那咱们也不能撒谎啊 没让你撒谎 就是让你换个方式回答 比如说一直关注着贵公司 对公司的理念非常认同之类的 知道了吧 好 我懂了 这次我肯定马到城东 等我好消息啊 哎 老婆 我手机忘带了 你们帮我拿过来一下呗 不用了吧 你面试又用不着 不是 那我面试成功了 我不得给你们打电话报喜啊 你现在不就在打电话吗 哦 对 哈哈 对 我忘了啊 你觉得你爸这样子面试能成功吗 哈哈哈哈 嗯 不是我没通知开会啊 你们怎么都来了 是我们要跟你开会 有些话不足不快 嗯 看来对我有意见啊 哦 我们最近发现你脾气太大了 有点影响家庭和谐 哼 不是我脾气哪里大了 你思东行为的时候 你就很凶 对 而且你上街回来了 看我没做饭 还骂我你 妈 经常生气对身体不好 我们也是为了你着想 希望你以后能控制一下脾气 嗯 嗯 行 那我听你们的 以后尽量不生气 哦 我妈 我妈还是很是没大意的吧 嗯 行了 那散会吧 A few moments later 不是河小青 你怎么搞的 你身上怎么这么脏 你去打球了 嗯 妈 说好不发脾气呢 就是的呀 不是我想生气 你这些我搞的这么脏 这洗不干净怎么办呀 哎 多大点事啊 那行 这事我就不计较了 那个我还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咱说好都不成气的啊 哦不成气你说吧 哈哈 这是我我刚才不小心 把你口红做断了 不是你 可是你能干啥呀你啊 大一块糖 喝你喝着灰 喝着灰 各位女士你好 请问你马上吃什么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我什么意思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每个月活食费都给我拖 那我能跟你拖得起吗 我的小本买买 哈哈 不是你要活食费 你跟我说呀 我又不是不给你是吧 哦 那我每个月都得跟你批误要活食费 是不是啊啊 你吃不吃 人家不吃我就吓一下 停停停停停 我吃我吃我吃 哈哈哈哈 今天什么菜系啊 面条系你吃吗 我 行行行 你今天给我做个鱼吧 糖醋还是红烧 嗯那个红烧吧 还有呢 哎呦再给我来个小炒肉 要不要辣 要辣辣的好吃 你别笑 不点个素的吗 素的你再给我做个土豆吧 土豆丝还是土豆片 哎呀土豆丝 不要刷个汤吗 汤 做个西红柿鸡蛋汤吧 一个人 一共205 说你200 不是 就这几个菜要200多呀 菜是不贵呀 那鱼我买回来 我是不是要杀呀 那土豆我是不是要削皮 我是不是要切成丝 它人工成本贵呀 行行行 你行哈你厉害了 行啊何志坤 现在学聪明了都 要不是闺女给我出的主意 我还治不了 什么意思呀 又是闺女给你出的主意 是不是 何志坤 你给我回来 是闺女给你出的主意 是闺女给你出的主意 有这些个人